被期待合作的男女演员 孝战迪丽热巴呼声较高 还有洋洋流失失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热门荧幕情侣 例如这段时间就有孝战杨子 迪丽热巴任加伦这两对CP 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其实促成荧幕情侣也需要天时的丽人和 具备一定的难度 有很多男女演员被观众看好 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合作影视剧 偏偏就是没能如愿 接下来说说观众最期待合作 却迟迟没有合作的男女演员 他们被称为预定CP 胡歌赵丽颖 胡歌是80后男演员的佼佼者 有伪装者、狼牙绑等家喻户晓的代表作 赵丽颖是80后女演员的佼佼者 有演技有流量有主流奖项 代表作张口就来有陆珍传奇、花千谷、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等 如此优秀低调的两位演员 观众希望他们可以合作一次 赤裸裸地强强联合 收视率爆表的概率比较大 想想两大实力派演员现场标系 肯定会非常精彩有看点 他们曾经在精英节颁奖典礼上同过框 紧挨着坐在一起 主持人和老师还对他们开玩笑 试图撮合他们可以满足观众愿望合作一次 奈何这么多年过去 赵丽颖都二度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了 他们还是没有合作 看来合作缘分还没有到 继续拭目以待 杨阳流失失 杨阳是90后大热小声 凭借你是我的荣耀重新进入头部阵营 流失失产后付出效果不佳 好在底盘很厚 影响力依旧还在 一个80后一个90后 这对姐弟组合被观众撮合 希望可以合作 从颜值看 他们的CP感很强 都属于淡言戏 散发不佳修士的自然美和帅 放在一起赏心悦目 其次均演戏多年 观众缘都不错 叠加在一起势必对剧有好处 观众期待他们合作 最直接的原因与他们的过往有关 即他们都是跳舞出身 杨阳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从小开始学习跳舞 如今身姿挺拔气 至家旧式跳舞熏陶出来的 而刘诗诗从小学习芭蕾舞 舞蹈功底深厚 练就一副优雅的体态 天鹅景让很多女生心生羡慕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在一部剧里担任男女主角 尤其是合作古偶剧 效果可想而知 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 从娱乐圈的辈分来讲 刘亦飞是李亦峰的前辈 不知道比李亦峰早红多少年 早期提起李亦峰与刘亦飞合作 观众想都不敢想 咖位不在一个档次 哪怕颜值过得去 随着李亦峰在2014年通过古剑奇谈大红大紫 足以可以搭配刘亦飞这位前辈 在之前某一期的快乐大本营里 他们就缘分的同台 共同担任飞行嘉宾 记忆犹新的是两个人手拉手 一起高空做游戏 李亦峰还紧紧握着刘亦飞的手 看上去CP感满满 之后想要他们合作的呼声年年都有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无法实现合作 有网友把CP名字都想好了 叫仙草CP 顾名思义 刘亦飞通过小龙女 赵灵儿 王宇嫣三个角色被关上神仙姐姐的称号 这么多年一直无法撕掉这个大众认可的标签 是刘亦飞的成就也是无奈 同样李亦峰以国民校草的称号出道 瞬间成为女大学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当时很多女大学生都以李亦峰为标杆 寻找自己理想中的男朋友 一个神仙姐姐 一个国民校草 分别取其中的一个字 起名仙草听上去仙气飘飘 富有很大的诗意 出现在一部影视剧里 满足外貌协会的所有幻想 校战迪丽热巴呼声很高 当红流量男女演员合作男上加男 里面的问题错综复杂 可依然挡不住观众的期待 最典型的是校战和迪丽热巴 作为90后男女演员的佼佼者 均拥有过关的演技 也拥有不俗的颜值 观众自然愿意撮合他们在一起合作 他们的缘分要从快乐大本营说起 那时迪丽热巴宣传自己的新剧漂亮的李慧珍 校战则跟着组合X9少年团上节目宣传长人气 第一次同台的他们没有交流 只是看彼此的表现 记得校战看迪丽热巴跳舞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在吃自己的拳头 那时的他们差距比较大 合作起来很难 可合作的呼声就是从那时发酵起来的 觉得他们很般配 适合合作影视剧 自从校战大红大紫后 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重要的是有合作方助攻 看中他们的商业价值 撮合他们担任男女主角 有一次差点成功 当初筹拍《你是我的荣耀》时 额场想让他们合作 接洽的也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校战出了那件事不得不低调 为了赶进度只能另谋男主角 最后落到洋洋头上 擦肩而过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合作的消息传出来 观众还在乐此不疲的期待着 甚至有校战迪丽热巴今天合作了吗 的话题一直活跃 几乎每天都在发布期待言论 看上去不合作不罢休的节奏 这次对令人期待合作的男女演员 看上去确实很般配 佩服观众的审美眼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